胡歌的形象一直都非常正面 但最近他的状态却令人担忧 不少网友都怀疑 他是不是精神出现了问题 早上还在开心地分享生活 深夜发文 对不起所有人 在这图片的背后 是不是隐藏着什么苦衷 9月1日凌晨 胡歌在微博发了一条动态 配文 我尽量保持冷静 对不起很多人 但希望对得起自己 除了文字 他还发了一张自拍照 照片中 胡歌胡子拉叉 不修蝙蝠 看起来有一点颓废 而且他眼皮上的伤疤也清晰可见 这一番举动引起了网友的讨论 粉丝都表示担心 会不会得了抑郁症 或者生病了 但还有一些粉丝称 胡歌经常喝醉了 深夜胡言乱语 不用放在心上 当然还有路人 他们不理解胡歌的行为 认为他都几十岁了 还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在网上对着粉丝发表负面情绪 如果真有有事 干脆回家奶孩子算了 还出来拍什么戏 接着 有新戏的网友便注意到 那天正是七年前 胡歌出车祸的时间 当时他面部受了很严重的伤 缝了一百多针 而助理却在车祸中失去生命 给他留下了无法修复的床上 所以胡歌发文对不起的人 极有可能是那位女助理张勉 那时胡歌刚出演完《仙剑一》 凭借李逍遥的角色一炮而红 可是还没过太久 他就遇到了车祸 经纪人张勉和司机坐前面 而胡歌在后面休息 可能是开的时间太长 司机小凯没注意 跑神了 突然有个车闯过来 他躲不过就撞上了 而胡歌惊醒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他伸手一脸上竟然有血 他被紧急送到医院后 医生对他进行手术 右眼缝合一百多针 现在伤疤还能看得见 就在胡歌因为脸可能会毁容伤心时 朋友告诉他 张勉在车祸中去世 二人关系就好像亲人 如果说眼睛缝针是身体上的创伤 那么助理的去世 就是胡歌无法愈合的伤口 那场车祸 让胡歌永远失去了好友张勉 在节目中 每当他提及此事 都会感到伤心 这些年来始终无法释怀 心中充满了对张勉和其家人的无尽愧疚 在康复期间 胡歌并非孤身一人 女友薛佳宁始终陪在他身边 他陪伴胡歌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可就在胡歌出院后 两人就分手了 据说是胡歌的妈妈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而胡歌又非常听妈妈的话 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和薛佳宁保持距离 但事实的真相应该只有双方才知道 网友们也都是随便猜测的 大概可能是两人觉得不适合吧 事实上 胡歌并不是第一次深夜发布依谋文案 上个月胡歌还发文称 未来五个月都不会拍戏 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应该都会支持我的 不少路人还以为胡歌是要退圈 以后再也不演戏了 可没想到 第二天他就在微博发了一条广告 这一起一落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虐粉 确实应该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一言一行都会被随时放大 那么就应该做到谨言慎行 可胡歌好像不以为然 胡歌每次带来的作品都是高质量好口碑的 所以不拥有不少路人员 他是娱乐圈内少有的 不靠绯闻博取关注的艺人 就算后来突然自爆生女 也是祝福生一片 可是过去 胡歌却经常有一些危险发言 让人感觉非常不舒服 在杂志的采访中 他称 脚踏两只船非常累 很不容易平衡 所以自己就只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据网友申巴 这段时间他恋爱的对象 极有可能是薛佳宁 他的语气十分理由应当 并没有认识到 那是极其不尊重女性的行为 但那时并没有引起网友的热议 除了脚踏两只船之外 胡歌还有不尊重人的行为 再一次拍摄 工作人员递给胡歌一瓶水 他直接喝了下去 旁边的人提醒这瓶水 是给管任资的 但是 胡歌并没有理会这个提醒 而是将喝过的水 吐回了瓶子里 这种行为确实挺恶心的 为了避免媒体放大报道 损害胡歌的名誉 管任资站出来表示不介意 男人花心很正常 这是胡歌在采访中说的话 关于这句话 他还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男人如果不花心 就会少了很多坚持的动力 人生的悲哀 适合喜欢的女人走进婚姻 不仅如此 胡歌还十分喜欢 对女演员开H枪 在《仙剑奇侠转三》当中 胡歌饰演的景天 和刘诗诗饰演的龙奎 是一对兄妹 两人因此结缘 成了好朋友 在微博上 胡歌称刘诗诗为诗诗 虽然两个人关系很好 私下怎么称呼都无所谓 可是把这种有奇异的称呼 拿到台上说还是不太好 袁微博是袁洪发的 胡歌接着转发了 本来不关他的事 可他的配文 让觉得在内涵李雨春 李雨春是当时手机短信 一条一条投出来的冠军 拥有强大的粉丝团 看到胡歌发文疑似在骂偶像 就纷纷跑到胡歌评论下面 让他道歉 可没想到这一举动 竟然惹怒了胡歌 经过这次的事情 李雨春和胡歌的粉丝 结下仇恨 在胡歌最近胡言乱语的发言中 他们粉丝回队也毫不客气 胡歌官宣的女朋友 江书颖 在两人分手后 她发了一条莫名其妙的微博 插刀江书颖 导致江书颖 被粉丝骂了好长时间 随着胡歌最近口碑大跌 这些往事被网友爬出来 恐怕他会晚节不保 胡歌在繁花中饰演宝总 在剧中 宝总以其独特的性格和出色的能力 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引发了广泛关注 胡歌的演技 在这里名声大噪 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 今天 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演员胡歌的成长历程 胡歌出生于1982年9月20日 是一个上海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母亲是一名医生 家庭条件不错 他从小就表现出了对表演的热爱和天赋 六岁时就被上海电视台小银星艺术团选中 开始学习表演 他曾经参与过中央电视台 正大综艺节目主题歌《爱的奉献MV》的拍摄 还在电影《国歌》中露过脸 还参与了动画电影《宝莲灯》的配音 他在学校也是一个活跃的学生 曾经担任过校生棋仪式主持人 校广播台台长 校篮球队队长等职务 还参加过各种文艺活动和比赛 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誉 他的童年和成长充满了快乐和梦想 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演员 他说 我从小就喜欢表演 我觉得表演是一种很神奇的事情 可以让我变成不同的人 体验不同的生活 他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付出了很多努力 他在高中时 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他先后参加了《我行我秀》 《超级男生》等选秀节目 虽然没有获得冠军 但却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他还在一些电视剧中课创过 比如《大汉天子》《大唐琴时》等 积累了一些经验 他的第一个重要的角色 是在2002年的电视剧《青春年少》中 饰演了一个叫林峰的高中生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主演 他的表演 虽然不是很成熟 但却很真实 很有青春气息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演艺之路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在高考时 因为紧张 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 没有考上自己心仪的 上海戏剧学院 他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复读一年 重新备考 他说 我觉得上海戏剧学院 是我最想去的地方 那里有我想要学习的东西 有我想要遇见的人 有我想要实现的梦想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在第二次高考时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 成为了一名戏剧学院的学生 他的这一选择 也为他的演艺生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歌在上海戏剧学院 接受了专业的表演训练 学习了各种表演技巧和理论 拓展了自己的视野 和知识 他在大学期间 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而是积极地参与了 各种电视剧 广告和舞台剧的拍摄和演出 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他在2003年的电视剧 天下第一中 饰演了一个叫李源霸的武林高手 虽然只是一个配角 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2004年的电视剧 奋斗中 饰演了一个叫陆涛的建筑设计师 与佟大为 马依丽等演员合作 演绎了一段关于青春 梦想和爱情的故事 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他还在2005年的电视剧 天外飞仙中 饰演了一个叫张小凡的道士 与刘亦飞 安以轩等演员合作 演绎了一段关于仙侠 情缘和正邪的故事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 他的这些角色 都展现了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粉丝和关注 他的演绎生涯的真正起飞 是在2005年的电视剧 《仙剑奇侠传》中 他在这部剧中 饰演了一个叫李逍遥的仙侠英雄 与刘亦飞 安以轩 阿朵等演员合作 演绎了一段关于仙剑 奇缘和传奇的故事 这部剧是根据同名的游戏改编的 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仙侠剧 也是一部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经典剧 这部剧的播出引起了轰动 创造了很多的收视记录和话题 也让胡歌一举成名 成为了当时最火的青春偶像之一 他的李逍遥 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 被很多人视为 《仙剑奇侠传》的经典形象 也被很多人称为国民老公 胡歌因为《仙剑奇侠传》而成名后 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的名气和人气都飙升了 他也接到了很多的邀约和合作 他的收入和地位都提高了 他也成了很多品牌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 胡歌在这个阶段 拍摄了很多的电视剧和电影 其中有一些是很成功的 也有一些是很失败的 他的成功作品 比如《天外飞仙》 《仙剑奇侠传3》 《仙剑奇侠传前传》等 都是以古装仙侠为题材的 他在这些作品中都延续了他的偶像形象 也展现了他的武术和音乐的才能 他的角色也都很受欢迎 他也因此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荣誉 他的失败作品 比如《天下无贼》 《天涯明月刀》 《神雕侠侣》等 都是以现代或古装武侠为题材的 他在这些作品中都尝试了不同的角色和风格 但是他的演绎却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他的角色也都被批评为不符合援助或不适合他 他也因此遭受了很多的质疑和打击 胡歌在寻求突破和转型的过程中 遇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那就是2006年9月29日的那场车祸 那一天 胡歌和他的助理在上海的一条高架桥上 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追尾事故 他的车子被撞得面目全非 他和他的助理也都受了重伤 他的助理更是不幸身亡 他自己也差点丧命 他被送往医院后 经过了多次的手术和治疗 他的生命危险才得以解除 但是他的面部却留下了很深的伤疤 他的嗓子也受到了损伤 他的心理也受到了创伤 他的演艺事业也因此陷入了停顿和危机 他的粉丝也因此陷入了悲痛和担忧 胡歌在车祸后 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康复和调整的过程 他不仅要面对自己的身体和外貌的变化 也要面对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的波动 他不仅要承受自己的痛苦和折磨 也要承受外界的关注和评价 他曾经有过放弃和绝望的念头 他曾经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 他曾经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回到以前的样子 他曾经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继续自己的演艺事业 但是他没有就这样放弃 他没有就这样绝望 他没有就这样消沉 他选择了坚强 他选择了勇敢 他选择了重新站起来 胡歌在经历了车祸后 对生命和社会有了更深的感悟和体会 他也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责任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捐款和捐物 也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和希望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为灾区的人民提供了救援和援助 也为他们送去了勇气和信心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形象大使 为宾威的动物们呼吁和宣传 也为他们送去了关爱和保护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绿色大使 为环境的改善和保护做出了贡献和示范 也为他们送去了责任和行动 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的爱心大使 为残疾的儿童和少年提供了支持和帮助 也为他们送去了尊重和自信 他还参与了很多其他的公益项目和活动 比如反对虐待动物 反对暴力 反对歧视 反对毒品等 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声音 关注了很多社会问题 倡导了很多正能量 现在胡歌主演的《繁花》再次出现大家的视野 我们有看到胡歌再次把阿宝这个角色养活 他的演技深受观众认可 让我们继续期待他的下一部剧吧